如何推荐你的未来呢? 要知道,一年有365天,12个月,人有12筋脉365弱 人体每分钟呼吸大于18次,而每一天24小时空呼吸25920次 而太阳的二分点也恰好需要25920年完成一次周期轮转 一年中春温下热,秋凉冬寒的40气温变化时就会引发风寒暑湿灶火 这是导致人的情绪表达,以及身体出现病变的根本原因 古人说,春须明目要复干,夏日喝醒火自闭 秋色要治筋若肺,冬吹易胜砍中安 也就是说,人体的各个器官与四季之间有着严格缜密的逻辑关系 人是宇宙创作的杰作,人与天地日月同体 所以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相邪而生,相伴而存 除了太阳月亮对人体的影响很大以外 其他的天体也一样,比如木星 木星古代称为碎形式行星中的巨人 它的体积是太阳系统其他星际总和的2.5倍 木星绕日空转周期是11.86年 而相对于近日点与地球的总和周期是12年 这与人体的12经脉对应 木星极大的引力和强大的磁场对地球生物影响相当大 其中以木星与地球出于合跃时对流量的个体生命影响更大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本命年和泛太岁期间容易激发大事件的根本明明 意大利哲学家托马斯·阿奎纳说过 天体是人世间所发生一切事物的根源 天体间接地影响着人类的活动 人是自然之子与宇宙无限交融 宇宙间的一切都会在人体上得到浓缩和体现 所以中禅经曰 天和于人法于天 见天地逆从 则知人衰生 导演 导演